新冠肺炎在印尼染疫人数不断飙升 每日新增的感染人数达6000多例 雅加达政府省长也先后感染新冠肺炎 卫生部门对市政厅所有的官员进行核酸检测 因为医疗的能量已经逼到极限 感染疫情病逝的民众突然的暴增 在4月与9月也有泄性和枯性抬伤 不幸染疫因为严重医治而先后病逝 台商会也呼吁乡亲在疫情高峰的期间 要注意自身安全 我们广大的印尼台商会员 在疫情期间要多注意自己的防疫 保持自己的健康 因为现在印尼正当疫情爆发的期间 所以在这一段期间希望大家能够多加注意 印尼政府为了救观光和国内经济 在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的长假期间 大力的推动旅游鼓励出游消费 造成大规模群众感染 旅游胜地巴厘岛感染新冠肺炎的民众大幅增加 当地政府从12月18号至明年1月4号 寄出了新的措施 凡是搭乘飞机或汽车的旅客 都必须在两天前接受新冠肺炎PCR阴性检测 以便利查验 同时加强旅游请点的消毒的措施 以确保旅客以及工作人员的健康 新冠肺炎在印尼确诊达60万例 死亡突破2万例 在疫苗还未普及前 各地政府必须实施更严格的管制措施 以防止确诊和死亡的人数继续的暴增 华语新闻副一切雅加达采访报道